据加拿大环球新闻网报道,当地时间11月5日,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,中国将恢复进口加拿大的猪肉和牛肉产品。加拿大将恢复向中国出口猪肉和牛肉。特鲁多在推特上宣布这个他称之为对该国农民来说的一个好消息。特鲁多还感谢了加拿大驻华大使鲍达民为此所做的努力。 加拿大肉类协会主席克里斯·怀特对此表示赞赏,这是个好消息。我们与中国的长期贸易关系对双方都非常重要,这代表着两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报道称,中国是加拿大猪肉的第二大出口市场,牛肉的第五大出口市场。加拿大有约20%的猪肉出口到了中国。 怀特透露,由于中国的禁令,加拿大肉类行业在过去四个月里损失了3亿至5亿美元。 今年6月25日,中国取消了加拿大猪肉和牛肉的进口许可。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26日表示,中方近期发现一批来自加拿大的舒华猪肉产品, 有莱克多巴胺残留,即俗称的瘦肉精,要求加方进行调查。 加方的调查发现,该批舒华猪肉随附的官方受医卫生证书系伪造,并发现共有188份伪造证书。 加方认为,该事件系刑事犯罪,目前,加拿大还在调查此案。 针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,中国将恢复进口加拿大牛肉和猪肉一事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6日的例行记者,会上予以证实。 耿爽表示,今年6月,因为发现加拿大舒华肉产品卫生证书签发系统存在明显漏洞, 无法确保加拿大舒华肉产品的安全。 中方要求加方自6月25日起,自主暂停签发舒华肉产品卫生证书,并对事件开展全面调查和整改。 事件发生以来,中国海关与加拿大政府主管部门,保持着密切沟通,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近期,加方提出了关于证书签发和传递的整改行动计划。 中方评估之后认为,加方整改行动计划基本符合保证安全的要求,同意恢复接受加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舒华肉产品卫生证书。 我们希望加方切实履行食品安全的监管责任,确保舒华肉产品安全,保障贸易的顺利进行。 有记者问,关于加拿大恢复对华出口肉产品,这是否意味着,加拿大油菜籽等农产品将恢复对华出口,以及中加关系正在改善。 耿爽,关于加拿大舒华油菜籽的情况,我们此前在记者会上也做过回复。 也是中国有关部门,在例行的检验检测当中,发现了问题,所以对有关进口采取了措施。 至于肉类产品,刚才我已经介绍了最新的情况,以前加方的证书签发存在漏洞,现在进行了整改,达到了中方的要求,于是恢复正常。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,在肉类产品舒华这个问题上,加方能够做到有错就改,中方对此还是要予以肯定的。 至于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加关系,我还是要说,中加关系遭遇的困难,责任不在中方。 我们敦促加拿大,新一届政府认真,对待中方立场和严重关切,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,让她平安回到中国,以实际行动来推动中加关系早日重回正轨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